哈嘍,大家晚安 今天的夕陽 金黃色的夕陽 是的 農場的早晚,溫差相當大哦 這兩天 假日有上來的朋友,記得要戴個外套 像這麼好天氣的晚上,大概15-16度而已哦,山上 來,看看我們的金色山脈 這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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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主峰 對家,對家 然後一直過來,這個都是,雪山山脈的,西部,就是,東西向的陵線哦 這看不到聖林線哦,聖林線在,這個雪山的後面 看不到,看不到,這個角度看不到 但是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我們雪山山脈的,東西,東西向 這邊,東邊,這邊,西邊,東西向的,東西向的,軸面哦 很漂亮,這個,我覺得比攝影線還漂亮啊 然後再加,廖邊,大雪山,中雪山,小雪山 然後我們從農場這個角度看過去,這邊 後面,後面就是,台中西,台中市 所以,這邊就是,西邊,看夕陽的位置 今天有一點點的雲海,這個算,這個算雲海嗎 這是山南還是雲海 景色不錯 但是沒有出現火燒雲 這個是金色的雲海,金色的台鄉 金黃色,所以我們說,金色山脈 農場的金色山脈 18度西,全程保鮮啊 很涼爽,這個時候 等一下有可能就要穿外套了 等一下,就有點冷了 太陽下去,山上就是比較冷了 這是哪邊,這是在我們的大馬路旁邊 我們進來農場的柳山大道 柳山大道齁 柳山大道,這邊上去就是農場 這邊過去就農場,500公尺就到農場了 然後在我們路邊就可以欣賞到我們 絕美的夕陽啊 漂亮喔 真的還蠻漂亮的 重點是很舒服啊 這個溫度 山蝦應該在烤肉了吧 這邊冷氣還關不掉 這個天然的冷氣關不掉 前面是我們的芒草園 然後這邊是德基水庫 這裡是德基水庫 這邊是我們的家洋 家洋部落 這邊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就是德基大坝 然後再下去大甲溪 然後一直谷關 然後就到他們台中市了 用說的很近啊 但是這條路沒有開放 要走的話要繞河灣山 今天聽說下面 那個最熱的好像到35度 36度 然後氣象台的觀測都是在 那個氣象箱裡面 所以溫度計是沒有那個太陽直射的 那如果太陽直射的話呢 拜託大馬路旁邊 大車過 太陽直射的話就是在BBQ 怕那麼多車 哇 快要 最後的漁灰快要沉下去了 我們的金色山脈時間 也很短啊 大概說5分鐘左右 看這邊整個 顏色 太陽下去顏色都掉了 好嗎 今天禮拜五 明天好像是補班日 為了下週的連續假日 明天是補班的 有上班的 加油 有放假的 有歡迎上山走走 我們農場也進入了防疫新生活 我們的室內禮間 本來的單一路口也開放了 那早餐原本是因為防疫所以做的是打餐式的 那現在也開放自助餐式的 那上山完也 戶外的話也不用戴口罩 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離 那山上的空氣其實還不錯 很不錯 呼吸大自然的分多金也有幫助增長抵抗力啊 銀河銀河要直播有困難啊 我們的攝影設備沒有辦法 只能拍下來再分享啦 銀河直播的話 有啦就是 我們天文台在特殊星象的時候 會做我們的農場的星空直播 但是那個就只有畫面 那個是他們的直播攝影機是拍攝6秒鐘 一個畫面這樣子 今天 今天這個這個藍很不錯 晚上的星空應該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沒有沒有睡不著再去拍照給大家看 平日兩人房一晚多少 這不是乳肉飯啊 兩人房 現在兩人房只剩下我們的 風鈴雅族 不然就是松茹VIP 風鈴雅族的話定價是4000塊錢 一個晚上不是緊...哇 那平日是8折 假日沒有折 今天直播到這邊 那邊有一點雲瀑 看得到嗎?雲瀑 小編我自己欣賞好啊 有點冷了 我準備打到回宿舍了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時光 有個美好的一天 山上的溫度其實很舒服 中午再順一下都想打瞌睡 那個溫度非常的迷人 太陽下山了 準備回家啦 那這幾天 農場已經在採我們的第一期茶了 那7月會陸續包裝 那可能7月底開始會做出貨的動作 有預購的 就是 等我們銷售中心的通知 明天如果有空再去拍我們的採茶姑娘給大家看啊 好的 拜拜